大家好,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 现在有很多眼神不好的老人 早上清晨看个报纸 不带老花眼就看不清 还有一些大爷大娘比较夸张 早上散步的时候 买一张报纸坐在椅子上 拿出放大镜一次一句的毒褶 真的是特别的费劲 让人看得非常着急 可是人岁数大了 眼神也就跟着老了 老眼昏花 若不是戴眼镜不用放大镜 根本看不清楚字 想要甩掉老花眼 平时我们要多注意锻炼身体 除了锻炼身体以外 饮食上需要格外的注意 可以多吃一些鸡蛋 鸡蛋营养特别的丰富 几乎适合每个人吃 但是有些人担心每天吃鸡蛋会提高血脂 殊不知 每天一个鸡蛋能够保护心脏 提高记忆力 好处真的是太多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鸡蛋的神奇吃法 经常吃一吃 能够很好地控制老花眼 但是很多人都不了解 鸡蛋这样吃效果是翻倍的 那么为什么说鸡蛋可以预防老花眼呢 鸡蛋中富含两种抗氧化物质 玉米黄树和叶黄树 它们能够保护眼睛不受紫外线的侵害 而且有助于降低幻白内障的风险 鸡蛋还有特别丰富的新等物质 可以帮助减少黄疤性的风险 眼睛是万物的功能 是全靠五脏六幅的精气 特别是肝肾经济的乳养 只有肝脏功能好了 眼睛才可以发挥正常视觉的功能 中老年人气血借衰 肝肾经需亏损 无法乳养一目 就会出现老花眼 视力模糊 望远不明的症状 平时如果可以保护视力 受到饮食的调养 视力衰退可以预防或者是延缓 我们先准备两个鸡蛋放入碗中 加入清水把鸡蛋清洗干净 清洗鸡蛋的时候加入一勺食盐 食盐具有特别好的杀菌消毒的作用 加入食盐可以把鸡蛋洗得特别的干净 简单的杀菌消毒 鸡蛋外皮有很多的细菌 大肠杆菌杂质 在吃之前一定要清洗干净 鸡蛋洗干净之后倒入碗中 这里我准备了两颗鸡蛋 鸡蛋可以根据自己的量来定就可以 一到两颗都是可以的 再加入几滴白醋去腥 用筷子搅拌搅拌把鸡蛋打散 打鸡蛋的时候我们可以多打一会儿 打至蛋液特别的细腻顺滑 做什么都比较好吃 而且特别的嫩不显老 鸡蛋打好之后加入温水 温水不需要太多 鸡蛋的1.5倍就可以 加入温水鸡蛋口感特别的好吃 比较嫩 再次搅拌均匀 搅拌好之后 用勺子把上面的浮沫全部撇掉不要 再准备一把枸杞 把枸杞清洗干净 枸杞沟沫里面有很多的灰尘 不好清洗 我们可以加入一勺面粉洗 面粉具有特别好的吸附作用 可以把枸杞沟沫里面的灰尘全部吸附出来 这样洗得枸杞特别的干净 食用起来比较放心 我们在购买枸杞的时候 不要买颜色比较亮的枸杞 要选择颜色比较暗的枸杞 那样的枸杞是正宗的枸杞 没有添加任何色素 枸杞有保健和营养视网膜组织的功效 可以使视网膜组织的维生素C含量增加 能够提高视力 并且枸杞还具有饱肝将血糖软化血管 降低血中胆固醇和肝有三质的水平 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抗衰老的作用 对脂肪肝和糖尿病具有营养效果 枸杞是特别好的滋补调养抗衰老的良药 再准备一根新鲜的萝卜 把萝卜刮去外皮 胡萝卜胃肝、硅脾筋、肺筋 具有补肝明目、清热解肚的功效 胡萝卜具有治疗贫血、感冒、便秘、高血压 健美美容的作用 胡萝卜中含有大量的胡萝卜树 可以补肝明目 缓解眼部的疲劳、眼睛干涩、夜盲症 胡萝卜含有植物纤维 可以增加饱腹感 减少肠道对脂肪的堆积 以及高热的食物吸收 起到很好的减肥瘦身的效果 经常吃胡萝卜还能够起到降血糖的作用 而且还可以降血脂、降血压 能够很好的预防腺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而且多吃胡萝卜可以增强人体的抗病能力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个苹果 把苹果清洗干净 俗话说一天一苹果一生远离我 可见苹果的营养价值是比较高的 日常生活中每天吃一到两个苹果 苹果富含优质的维生素、蛋白质、钙铁等等 苹果清洗干净之后再改到切成小丁 切得越小越好 更能激发出苹果的香味 苹果中饭膳食纤维 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 对于减肥瘦身 是网膜比较模糊的眼睛不好的 眼睛昏花、用眼固度都有很好的作用 苹果丁切好之后放入碗中 接下来我们把枸杞、胡萝卜丁、苹果丁 放入鸡蛋的碗中 搅拌搅拌搅拌均匀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请在底下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搅拌好之后 放入蒸锅中 蒸15分钟 15分钟之后就可以享用了 不需要放糖 也不需要加盐 因为苹果、胡萝卜自带甜味 经常这样吃一吃 能够很好的治疗中老年老花眼 对肝肾不足引起的头晕、肚累 有很好的作用 平时除了饮食要注意以外 我们看手机的时间也不能太长 每次看时间30分钟 就让眼睛休息10分钟 而且也不要关灯看手机 看电视 这样对眼睛伤害特别的大 我们都知道老花眼是正常的生理现象 一旦出现对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 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 保护好视力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各位哥哥姐姐 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是多多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